兔兔你好,有人说你来到泰国这种远不如中国的地方属实是陈爱明了 你觉得生活在这里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这里空调是没有变频的 厨房是没有燃气的 房子是没有纱窗的 马桶个儿是手动挡的 网络是只有千兆的 房子是只有七层的 日常购物是没有山姆的 你淘宝下单是需要转运的 书行工具是只有两轮的 要在这里复制出一个比国内更低配的生活条件 跨国物流协调和当地人沟通 是怎么弄的 听起来你确实从苹果人变安卓人了 我开门走两步就有垃圾房 你有吗 我每天下楼都跟人打招呼 摩托车也不锁 你敢吗 我每天手机看YouTube 不担心速度流量 你能吗 我去健身房能跟多国人士碰面 你能吗 我吃人均45的Buffet 还能不拿肚子 你行吗 我特斯拉都不开了 跑这长期待 你信吗 总之虽然这个现状是尴尬的 但这个体验却是无价的 嗨大家好 我是Tutu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当我开始在泰国过安卓生活的时候 很多东西还真是减配了 不过也有一些不能妥协的事情 那就是网络设备 我刚来的时候 带的是一台适合拆旅的MT3000 拥了一段时间 我换成了Unify Express 6 它的稳定性倒是提升了 作为一台主路由 一切也很方便 随便设置一下就能够高速上网 而且对于小工艺来讲 它的信号也是非常够用的 但是长时间用下来 我又觉得Express这种方案 它不够灵活 就比如我还想装一些插件应用啥的 就只能装进旁路由设备或者NAS里 始终感觉不如主路由 本身就是软路由来的方便 于是这一次过来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GoCR25一起带过来了 网口是2.5G的 也是被动散热 可能有人会觉得 这是几年前的主流机型了 现在性能会不会不太行了 对我目前这种状况来讲 挺够用的 甚至可以说性能富裕 既然主路由已经换回Asdo OS 那这一次我顺带对我的无线路由器 进行了重大升级 这是我在Shoppy上豪气下单的Unify U7 Pro 加上PO1模块 一共花了8500泰铢 折合人民币1890的样子 其实在下单之前 我也是在淘宝上对比了一下的 就相比较之下 这个还是挺有价格优势的 那看到这里 可能有朋友会疑惑 这个U7系列 它已经出来挺长一段时间了 为什么去年我家装修不往的时候 没有直接上U7系列呢 截至目前为止 国内还没有开放6GHz频段 用于WiFi通信 所以即便去年不往的时候 我买了U7系列的 使用效果来讲也会大大折扣 所以从性价比角度考虑 我还是用的U6系列 然后因为好奇 我还问了一下XLGBT 假设我在网上买水货的WiFi器设备 然后笔记本手机这一些 都不买国行的 是不是就能够享受6GHz频段了 然后他回答说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叫违规用品 就是实际上使用可能没有事 但从法律上讲是有风险的 而且我们并不能说 国家级的频谱管理 就一定是不合理的 可能它有自己的考量 OK 那就是说回这台U7 Pro 其实从外形上来讲 我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依旧是飞碟造型 正常运行的时候有蓝色灯光 然后底部发热还是很明显 也是只有一个PoE网口 所以需要买额外的PoE转换器 这一次我就没有像成都一样掉顶安装 而是用了一个3D打印支架 把它直接就立在了桌面上 远看的话不丑 还有点像一个装饰摆件 接法上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一根网线 直接接到软路由上就可以了 而设置方面 它跟U6 Pro没有什么不同 在软路由上装Unify控制器 但是在WiFi设置页面 它就出现了6G频段的选项 而在U7 Pro的选项里 对于6G频段的信号宽度 可以手动设置 最大是可以设置320MHz 我5G频段设置的是80MHz 理解成8车道的话 那6G超宽信道就是32车道 其无线传输理论值 是接近10G有线网的水准的 这个就非常夸张了 像我的iPhone16 Pro Max 就支持WiFi7标准 但是它仅支持160MHz的带宽 也就是与WiFi6E的性能相似 然后在进行WiFi设置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WiFi6E模式的选项 其他不支持的手机或者平板 在连上WiFi之后 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然后用上U7 Pro之后 现在有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 那就是我所有的设备里 目前只有手机是支持WiFi7标准的 我给大家打开后台看一下 像MacBook虽然也能用 但是识别出来还是WiFi6 除了没什么WiFi7设备 6G频段的高速 我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体验 因为目前我是1000MHz下行 500MHz上行 那在5G频段理想的状态下 这个速度已经很好了 之前我也反复测过几次 而上了6G之后 目前真没有特别大的差异感 至于内网速度 也就只能看和NOS之间的 无线连接速度了 我用Homebox测了一下 我感觉吧 用上U7 Pro之后 我就感觉到快 有催人跑的意思 网络条件进步了 但设备却落后了 这就再度说明 在折腾这些东西的时候 还是要遵循木桶原理 体验的好坏 并不取决于同壁上 那块最高的木头 最后简单说一说 U7 Pro的信号覆盖 我知道很多人在清迈住的是大别墅 可能就会担心 它的信号覆盖问题 我目前住的是小公寓 所以没有办法去实际的测试 给出准确的答案 只能说说 目前我的一个使用感受 那就是一台设备 整个公寓 信号贼好 就完完全全覆盖 因为他们这边公寓的墙也很薄 所以不存在什么 穿墙难度信号盲点这一些 然后这个公寓它也是隔出几个空间的 大概四五个 然后平时会觉得到了各个地方 信号都是拉满了的 所以就完全没有必要做什么多点测试了 一句话总结就是一台设备全屋满载 是空间的心酸 但却是信号的胜利 这一次应该不算白折腾吧 属于是网络升级的提前布局了 毕竟之后我的WiFi器设备肯定会越来越多了 大家觉得呢 OK 那我们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